东北军同学打了仗 东北军的一个团长给我们俘虏了 高福元 他就是高福元 东北军619团团长 高福元出身东北讲武堂 还被张学良送到日本士官学校进修过 回国后出任张学良的侍卫长 绝对算得上张学良的心腹 为了帮助高福元尽快提高觉悟 李克农就把高福元带到 红军和老百姓中间参观感受 还送他到东北军学习班 和大家一起讨论抗日的问题 李克农发现 每当提及东北提及家人 高福元的心情就变得十分沉重 于是李克农决定从这里下手 做通高福元的思想工作